县长许淑华为了维护县民交通安全 年日下乡会刊 由议员林如阳、蔡宗志以及多位村长陪同 会刊民进乡三轮村多处崎岖不平及军列道路 许县长会刊之后表示 三轮村中庄巷以及工协巷 因为路面老旧多出裂缝 将重播水泥滚泥土路面 确保道路品质 现在我们在轧村区这里很多市团也非常关心 因为在社区边还有很多市团 大家都会来在社区共同在这里 有些市团人都在乡尾巴会会乘来 所以在我们厨宾已经可以较为了 我们看到已经薄落的非常严重了 以前的薄油路是一铺再铺 所以已经有严重的落差 很多乡尾巴的乡尾都很厉害 如果路被塞就会去拨兜 也非常感谢蔡宗志议员这边 這裡也幫我們做一個認證 跟我們的傳長 理事長 都幫我們做一個建言 我們趕緊把這個工作做得好 讓我們在社區區域的道路都可以讓它做得更好 大家來社區就更加安心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在傳統的政策裡面有很多農路 已經數十年都沒報過了 也感謝林如陽議員來給我們建議 透過到我們管政府在這裡來幫他報室 然後可以說更好的道路 尤其我們很多人都會知道孩子 去到我們的特色時 都經由那條傳統的農路走 我們來幫他做到改善 跟我們的家長 騎乘歐巴在那裡 前往一段路面 陳廣正的代表也在跟我們建言 因為現在有很多我們的自來水 要在新生的時間 等到那個部份都新生完成了 我們才會來補習 在這裡再次感謝到我們在地的國際民意代表 非常用心 我們管政府會依照到我們地方 民眾跟我們建議的地方 要改進 我們的盡量來做 讓我們所有農民的出錢 跟我們的小朋友出錢都可以平安 議員蔡宗之表示 民眾都非常關心自家周邊環境道路 有些道路因為過去多次封城重鋪 導致路面高低落差 現況道路嚴重破損 汽車出入容易跌倒 感謝許縣長及縣府團隊的協助 重新鋪設路面 感謝許縣長今天來到民間鄉三倫村 公學社區來實地匯喊社區這裡所有農路的問題 因為這裡所有農路的問題 汽車入面都將近20年 不再防守過 總之跟我們盧陽議員 也很用心 特別來跟許縣長陳情 許縣長也很慘 怕來在我們三倫村每一條農路才來實地匯喊 也現場簽約兩三百萬的經驗 要來改善到我們三倫村這裡所有的農路 一條一條來改善 在這裡也很感謝許縣長的用心 議員林如陽表示 三倫村農路許久未修繕 除了居民常常出入 更是工協國小小朋友 上放學必經道路 感謝許縣長匯喊之後 立即核准修繕經費 讓轉輩以及小朋友 有更安全的用路環境 近人條農路 都已經二三十年沒有再重新鋪設過 今天跟我們的蔡聰志議員跟汝陽 一起來到我們地方來匯喊 因為近人條路 是我們是大跟是誰 平常必經的道路之一 那我們也擔心說 我們長輩平常在走路 如果有跌倒一些事情 會有一些危險性 那也是我們的小朋友 要上學去我們工協國小的必經道路之一 所以就感謝感謝我們口館長 一下子就馬上核准了兩三百萬的建設經費 讓我們地方的用路 還有讓我們的長輩和小朋友 都能夠有更安全的用路環境 再次感謝我們的許縣長 許縣長表示 感謝各界民意代表的關心 讓縣府了解縣民需求 相信道路改善之後 一定可以讓居民出入 農民運輸 小朋友上下課都能得到最好保障 記者才是縣民進鄉 採訪報導 我們要遇到 我們到處去看 我們到處看 我們到處看